上期呢我们制作了一个传奇的海潮三叉戟 它是一个特别强的武器啊 拥有13点的攻击伤害 而且呢还能同时贯穿多个敌人 我们来试一下啊 这边有小鸡 来 哎你看 果然一次性解决了两个 并且取得了一个进度 波赛东 东洋之神 啊不对 海洋之神啊 来 啊攻击伤害也不错啊 但是感觉这个穿刺的目标并不是很多 好像最多只有两个 不过也还可以啊 我们去给这个三叉戟搞一个附魔吧 哎你看它这个样子很像一把稿子 稿子的上方呢 又加了三个鱼骨形成的一个三叉戟 反正是比原版的更加好看一样 拿下金金石 然后呢我们再拿些书啊 咱们去给它附一个魔 啊附魔的话 我们只要一个忠诚 其他东西 啊可有可无吧 一个忠诚就够了 看一下 哎 忠诚三 可以啊 那直接点了吧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最好能送一个引雷什么的 求求你了 来 哎呦可惜啊 兄弟们 只有一个忠诚三 不过也够用了 这个忠诚的话 咱们把这个三叉戟给它扔出去 它会自己回来 应该是啊 看一下 哎 回来了 好的 三叉戟做好之后呢 咱们还需要做一些装备啊 我们获得了很多这个海蟒的鳞片 咱们可以做一些拥有水下呼吸效果的装备 以后我们烫索海洋的话更加的方便 不过我们现在食物不太多了啊 咱们再来分解一些钢草块 做一些面包 肉的话咱们就不吃了 肉的话留给龙啊 我们吃面包就可以 龙是特别重要的 其他的小麦咱们也留着 我们喂牛什么都需要 做一组面包就够我们吃一阵子了 做海蟒装备的话 需要用到这个闪光鳞片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家里边应该有很多啊 鸡杀这个海马还有美人鱼 都会获得34个 然后呢 看一下还有没有海蟒 海蟒鳞片 这边还有一些 OK 差不多了 做一套装备肯定是够了 来 先做 哦 这个还不能做 等会儿啊 我们看一下后边 哦 这个胸甲可以做 水下呼吸的朝胃胸甲 然后呢 再做一下头盔裤子 还有鞋 好的 一整套的装备 全部都做好了 我们穿上看一下 哇 这个装备上面有很多鳞片 而且我感觉 穿了这个装备 可能游的更快 我们去水里边看一下 我们直接下海 看一下这个水下呼吸 效果怎么样 应该是永久性的水下呼吸 哎 你看 我这个气泡不会消失 它一直都在 时间的话也不会减少 那么 哎 那如果把其他装备脱掉呢 啊 难道说只要有一个装备 就可以拥有无限的水下呼吸吗 哎 果然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留着这个头盔 其他装备的话 咱们放在家里边 如果我们要下海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头盔换上 对吧 我们装备到还是穿我们的龙装备 好 我们把这个头盔放在背包里边 如果下海什么的 我们戴这个头盔 整理一下背包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龙石 最好能把这三条龙 全部都升到五级 现在有一条四级 还有两条三级 想要全部都升到五级 我觉得至少需要 二百个龙石 最少需要二百个 我们家里边这个牛也不多呀 搞二百个确实有点难 先喂一波牛吧 把牛喂一波 然后呢 咱们去野外屠杀 一些这个动物 不管是猪肉 羊肉 还有什么牛肉 都可以啊 只要肉够多 咱们就可以做很多龙石 家里边这些动物 先让它繁殖吧 我们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对吧 那好 放下火龙 我们去寻找动物 咱们去找平原啊 平原里边的动物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动物了 因为全部都被我宰光了 对了 看一下这个蚂蚁的巢穴啊 看一下它 哎 回来 为什么老是要跑呀 这个火龙的性情太暴躁了 回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蚂蚁 长大了没有 如果长大的话 它们应该会自己住巢 看一下 哎 为什么还没有长大呀 难道说离我们家太远了 区块不夹载 所以它们一直不动吗 有这个可能啊 我们先不管了 如果实在长不大的话 咱们把这个蚂蚁的女皇 放在我们家里边 只要女皇长大的话 它就会自己产卵 然后呢 其他的蚂蚁会住巢 好 我们先去找其他的动物 寻找龙石 哎 这边又是一大片平原啊 下边我看到了很多的猪 我们虽然说可以用这个龙来打 但是这个龙 它是没有请托三的 我们这把大宝剑 是有请托三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剑吧 来 猪人 哎 完了 是对吧 我拿错剑了 这把剑是有一个闪电效果的 它会有这个电击目标 所以它直接变成了僵尸猪人 我们还是用这个啊 这个又抢托三 来 好的 那下边呢 我们把所有的动物全部都宰光 这边有一个村庄 不过现在村庄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这个宝箱里边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用不到 那这个村庄的话也不探索了 我们继续寻找动物 哎 这边有一个火龙 就在村庄的附近 不行啊 我们要保卫村庄 如果让它继续活下去 那这个村庄就没了 把它干掉啊 现在打一条火龙呢 真的是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来 哎 直接就没了 这个东西我们搜刮 搜刮一下吧 但是我们现在就算是搜刮了 也用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火龙 已经很强了 而且装备也有了 稍微搜刮一下 把这个鳞片带一下 咱们就走了 这边还有它的巢穴 草穴的话 我们要探索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骨头 我们做龙石的话 除了需要动物的肉 还需要用到很多的骨头 这条火龙居然掉了39个鳞片 这是我见过最肥的一个 但是鳞片对我们现在来说 已经没有用了 来吧 我们把这个草穴里边的骨头 全部都带走 这边还有很多动物啊 我们把这边的动物 继续全部都宰光 那下面的过程 给大家跳过一下 打了很久很久的动物 我们现在收集到了很多的肉啊 也不算很多吧 反正我觉得 把一条龙培养成一个五级龙 应该是没有问题 三条龙全部都培养成五级 我觉得不太现实 但是把这条火龙培养成五级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下面的话 我们回家 培养这条火龙 哎呦 这下面还有很多动物 我舍不得走呀 兄弟们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搞一点吧 反正这个肉是多多益善 三条龙升到五级的话 需要大量的肉 所以说我们搞得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哇 这个坑里边有好多动物 好的 回来了 把所有的骨头都拿上 咱们去制作龙石 我觉得做 一组应该不是问题吧 来 继续 还有很多的羊肉 哎呦 但是我这骨头好像不多了呀 完了 肉够了 骨头又不够了 我真服了 45个龙石 能不能把火龙升到五级呀 这个骨头的话 我们只有一种来源 那就是我们找这个龙的巢穴 然后在这个箱子里边搜刮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找到小白的刷怪龙 哎 如果可以找到小白的刷怪龙 这个骨头要多少有多少 咱们先去培养这个火龙啊 来 把火龙放在这儿 然后呢 咱们给它喂龙石 让它坐下 别动 别动 好 坐下休息 咱们给它喂龙石 来 哇 它这个体型肉眼可见的变大 伤到500滴血 应该就成为了五级龙吧 应该是 哇 这个体型太大了 400滴 现在的话应该是第四级 看一下 哦 果然是四 哇 那升到五级 23个龙石 还可能不够 尽量吧 继续 龙石全部都喂完了 兄弟们 还差一丢丢就到达了500滴血 但是还是不够 哇 现在这个体型已经足够大了 看到没有 哇 它这个身体 我感觉和这个山都差不多了 哇 太大了 看一下 哦 它已经五级了 那应该就是最高等级了 那火龙完了之后呢 咱们不再 哎呦 咱们再把这个电龙 还有这个冰龙 伸到五级就好了 哇 这个体型很大啊 南瓜去看了一下啊 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生物 我们全部都探索完了 只差这个石人妖 而石人妖呢 它生活在这深处的洞穴中 我们要去找洞穴 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顺便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这个小白的刷怪龙 如果找到的话呢 真的是一举两得 那下一期呢 咱们就去洞穴里边探索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